觀眾朋友早安 歡迎收看六月十七號 星期六的公視早安新聞 我是鄭偉人 首先帶你來關心的話題是 新北幼兒園的胃藥案持續延燒 現在市指某幼兒園也傳出了胃藥遺雲 新北市長侯友宜表示 專責醫院土城醫院十七號 將稻園採檢 醫副會執行長林慶豐 則表示為了解決大眾疑慮 檢體以極見方式送往臺北榮總讀物科 採植譜儀檢測最快三天到一週就會有結果 拉下部分鐵門就連玻璃窗也掛上黑布 櫃檯人員低調不回應 新北幼兒園胃藥案一次延燒到同集團 位在戲職的幼兒園 一名幼童尿檢出微量助眠管制藥物 本而淡瓶類 一早仍有家長正常帶孩子上課 家長透露十七號將統一採檢 新北市府今天上午召開記者會表示 已經全面積查 俠內二十三間集團連鎖幼兒園 有十一元違規最重可依幼兒教育及照顧法 開罰共六十六萬元針對戲職某司幼兒一次 慰藥案侯友宜親上獲信說明 十五號十六號這兩天我們交集也進行前面 這個家長道遠檢驗 不過也要經過家長的同域 六十七號我們決定專責醫院 普通醫院 專責醫院普通醫院就是道遠進行採檢 據未來數據該如何判斷 有毒理專家認為應該要領檢出 台灣臨床病理檢驗學會 李市長朱芳燕則表示 檢驗的過程若出現數字 不一定代表該物質的存在 兩百耐克是經過科學實證的判定數字 背景值高低跟每個檢體特質不一樣有關 領檢出並不適用 檢查的時候出現的數字而已 那個數字是拿來跟兩百所比較的 那個不代表量 那也不代表說是代表該物質不存在 所以領檢出應該 應該不適用在這種情況下面 當然這組比的檢測 至於有毛髮檢驗需求的目前已經累積八十三人 要以檢查部分 目前共有四十三位孩子檢驗 三十九位陰性 四位還在檢驗中 為要案延燒 昨天新北市政府大門是被潑漆 警方以車牌來追人 已經在領口逮捕了這名嫌犯 行政院昨天也決議 組成跨部會小組協調處理 台北醫院也宣布了 即日起提供新北市幼兒園的幼童 免費檢驗巴比陀和BZD定性檢測 上午九點多 男子頭戴安全帽 手持一桶白色油漆 步行到新北市府大門口破棄後 立即騎機車逃逸 警方以車牌追人 負林口逮捕誠信嫌犯 以帶回分局偵訊中 初步調查 陳南向市府破棄是個人因素 無政治意圖或傾效 訊後依違反是違法等送辦 但私幼未來延燒 衛福部證實 數日有漢涉案幼兒園的十一名家長破面 行政院也決議將有政委零萬億組跨部會小組 據藥物檢出數值解讀部分 也以零檢出為標準或是以學術標準值判讀陰性陽性等爭議 衛福部會盡快召集專家學者討論 而衛福部立臺北醫院也宣布 即日起提供新北市幼兒園 幼頭免費檢驗巴比陀 本兒彈瓶類定性檢驗 若驗出陽性將公費帶送 至委外機構做定量檢驗 並可自費家驗其他聖墨 接著我們 中志成西方報導 台南有一名剛滿一歲的男嬰疑似遭到非法脫嬰中心施虐 由議員接到家屬的陳勤表示 從今年二月開始陸續的發現孩子身上有傷 甚至臉上有多處瘀青 市府初步的調查研判是虐嬰 先針對非法脫嬰開罰六萬元 涉嫌兒虐的部分正在審查中 若屬實將裁罰 從脫嬰中心帶回的孩子 臉上有多處瘀青 卻已經不是第一次身上有傷 父母帶孩子厭傷 診斷醫師研判涉嫌兒虐 通報市府社會局 家屬說男嬰滿月後 就到台南一間婦產科診所 附設的脫嬰中心 全天候脫嬰 週末才會回家 二月下旬發現孩子臀部有瘀青 脫嬰中心回覆是 他坐在玩具上不慎受傷 隔不到一個月 孩子大腿內側又有瘀青 對方則回覆是小孩愛玩撞到 四月下旬再次看到孩子臉部多處瘀傷 驗傷提告也調閱監視器 男嬰父親說監視器明顯露到 保姆推孩子並強罐牛奶 已將孩子帶回家照顧 市府調查後初步認定有虐童嫌疑 也發現脫嬰中心不合法 他並沒有跟我們社會局來申請脫嬰 這一個行為 所以於是他是一種非法脫嬰 市府回應婦產科診所沒登記可准確收拖嬰額將罰六萬元 涉嫌額內則要經過財閥委員會定奪 預計兩週內結果出爐 施虐屬實最高罰六十萬元 針對家長指控診所聚訪強調進入社會局調查階段 也與家長進入調解程序 希望雙方達成和解 記者溫正恆 王庭許正俊 台南報導 等你來看到今天的早餐數報 首先來看到自由時報的部分 為了提高對中國武力犯臺的嚇阻力 日本 美國聯合菲律賓 組成了圍堵中國的新安保協議架構 三國的安全官員十六號 在東京召開首次房屋合作會議 再次確認臺海和平穩定的重要性 接著看到聯合報 為了擺脫行人地獄的惡民 交通部昨天預告修法 未來只要是不停讓行人 拒絕攔檢稽查和逃逸 一般道路 裝載 散落物 掉落等六項違規 除了罰款之外 還將強制接受道安講席 興致預計六月三十號上路 最後看到中國時報的部分 旅客參加旅遊團 旅行社都會代為投保最低兩百萬元的契約責任險 最高可以投保到五百萬元 旅行業就控告 控訴說 指這個條文日前是被保險公司片面修改 甚至得到金管會的撐腰 把禮賠改為投保超過兩百五十萬元的部分 需要旅行社有過失才能賠 等於保越高的人更沒有保障 損害每年三四千萬人次旅客的權益 國民黨立委參選人羅志強 拋出了政黨輪替大聯盟 喊出誰當總統是次要問題 被解讀為不支持侯友宜 羅志強表示希望透過第三方的整合 支持政黨輪替的六成選票 侯友宜則表示要一起努力 讓做不好的政黨下臺 國民黨總統參選人侯友宜 十六號到桃園出席陸軍官校校友會會員大會 還強調自己當過警大校長軍警一家 積極爭取軍系深藍選票 不過近期有民調顯示侯友宜支持度排第三 國民黨立委參選人羅志強恰好拋出政黨輪替大聯盟 喊出誰當總統是次要問題 被解讀是不支持侯友宜 羅志強表示政黨輪替可能會因為票源分散無法實現 整合支持政黨輪替的六成選票很重要 而民眾黨總統參選人柯文哲 則到新竹參拜宮廟跟基層博感情 對於羅志強的論述輕描淡寫帶過 每個人為他的選情在努力 其實選舉還有七個月 就是每個人按照自己的步調去走 這樣就好了 政黨輪替大聯盟說持續掀起波瀾 有外界解讀是棄保侯友宜 跟藍營小雞跳船 最好還是有兩位總統候選人 或者是黨對黨的成績 來進行洽談最高的戰略是什麼 而身為小雞就配合這個最高的戰略 游淑慧也拋出藍白在區域立委選站 可以有合作空間 總統立委大選 藍綠白各自佈局 要搶公選票 記者綜合報導 羅志強拋出的政黨輪替大聯盟 引發議論 他昨晚在臉書發文 為倡議政黨輪替大聯盟 引發的諸多紛擾道歉 表示今日起不再倡議 這次總統大選的政黨輪替大聯盟 而至於民進黨方面 昨天是公佈了第二波的 性評案件調查結果 青年部前主任蔡慕林 及陳信前黨工 涉嫌性騷及霸凌 內容屬實 而且情節嚴重 黨務主管再度鞠躬道歉 民進黨也公佈五項強化性騷擾 防治的改革措施 再度鞠躬道歉 民進黨公佈第二波性評案的調查結果 其中陳信前黨工涉嫌性騷霸凌 經過多名的證人訪談之後 內容屬實 而且情節嚴重 當時負責的青年部前主任蔡慕林 也涉及長期極度不恰當的言語 造成同仁身心受創嚴重 也是事實 造成我們年輕的黨工 年輕的夥伴 志工 對於民進黨內感到失望 對於政治工作 失去熱情 我們應該集體檢討 自我批判 審慎面對自己的錯誤 不過蔡慕林日前寫給中央黨 不一封親筆信 只受害黨工驅解她的善意 還有辭意 還爆料女黨工 有很多的脫序行為 希望誤網誤縱 對此黨部駁斥 表示跟事實不符 要求不要再對被害人二度傷害 也將蔡慕林送交評委會 要求新北市黨部執委會 將她移送評委會 做最嚴厲的處分 對此民進黨也公布五項 強化性騷擾防治的改革措施 包括擴大適用範圍 跟保護對象 強化既有的申訴處理機制 增加外部申訴管道 追踪輔導跟預防再犯 持續加強主管跟黨工的性貧教育 黨主席賴清德也希望 建立性貧的友善職場 民進黨啟動檢討 不過被點名合作 民主大聯盟再戰立委的陳柏惟 現在被指控以不當的言語性騷擾女志工 她15號道歉表示 沒有資格成為一個民意代表候選人 也等同無緣選舉 至於民進黨臺東縣立委參選賴昆成 也被爆料過去歧視孕婦員工 她發出三點聲明駁斥 也表態將相關資料 送交黨中央主動啟動調查 對此新評部表示 調查後會將結果交給提名對策小組 做進一步的決定 記者 台北報導 身兼台中市市政顧問的保存集團 副總楊曉東也被爆出涉嫌 信騷三名的女員工 還在受害者向議員投訴的時候 派人到場偷拍 以及偷聽對話的內容 造成受害者二度傷害 市長盧秀燕宣布啟動解聘 楊曉東則是透過律師 對議員提告 民進黨臺中市議員林奇峰 在質詢時示範 受害者被碰觸的肢體動作 指出接獲三名保存集團的女員工 陳情 經常遭到集團副總楊曉東 藉故碰觸女員工的身體 而林奇峰另外還提出影片指出 說 日前他邀請受害人到議會訪談時 還有黑衣男子公然跟在當事人後方拍攝 還趴在研究室門口疑似要偷聽 而這名男子就是寶城集團員工 騷擾完東窗事發 還可以派人到議會來偷拍監控 威脅受害人 連本席一致受害 議員報警後 警方以妨害秘密等罪嫌 將男子送辦 警方以五萬元交保後傳並限制住居 而勞工局表示 將主動瞭解是否啟動信騷調查程序 如果違反規定 將以信品法開罰 由於楊曉東身兼市政顧問 市長盧秀燕也宣布啟動解聘 啟動解聘程序 那就可以知道台中市政府對這個事情 是採取怎麼樣的決心跟高道德標準 而保存集團也以聲明表示 已經在十三號成立的信品委員會 展開調查工作 而楊曉東十六號也為請律師前往北檢 對臺中市議員林其鋒來提告 要捍衛自己清白 而在臺南也傳出有局處官員被控在上班時間以匿名的方式 像以婚女員工來姓騷 市長黃偉哲表示啟動調查 黃偉哲當場要求議員提供詳細的資訊 而且會以密件通知當事人來說明 如故屬實就會啟動懲處機制 不會有任何的耽擱 記錄林健身 王龍濤 溫正恆 臺中台南報導 美國知名中國研究專家李安有 受邀來臺發表演說關注兩岸局勢 以及大選議題 李安有認為二歐戰爭 讓習近平感受到親台的困難 不認為二零二七年前會有動作 對於大選李安有認為 美國支持願意與中國溝通的參選人 臺海情勢各界關注 總統蔡英文十六號 續緬海軍艦隊指揮部時表示 當前國際及區域情勢多變 臺灣面臨的威脅也更複雜 祈勉國軍團結一致 守護國家安全 此時美國知名的中國研究專家 哥倫比亞大學教授李安有 也在臺發表演說 李安有指出 習近平野心勃勃 但不認為中國會在二零二七年前 試圖侵犯臺灣 李安有也很關注 二零二四的總統大選 他表示 現在三黨的參選都願意跟中國對話 美國都相當支持 但他示警 不論誰當選 北京都會拋出要接受九二共識 給臺灣更多壓力 李安有也指出 美國防衛臺灣可以提供軍備 但是不應該談論選舉 不過 抗中立場鮮明的美國眾議員蓋拉格接受專訪時則表示 臺海衝突可能會比二零二七年更早爆發 美國最近為了與中國的雙邊關係所做的努力 恐怕會適得其反 記者 韓英吳家寶 臺北報導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將在十八到十九號訪問北京 這是美國五年來最高階的外交官員訪中 先前國務院曾表示 不預期此行能有重大突破 布林肯十六號指出 重點在藉由溝通來消除誤解 避免誤判 中國外交部則表示 溝通不能說一套做一套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即將展開中國訪問行程 十六號在華府接見新加坡外長時 再次提到此行重點 是建立開放 和經過授權的溝通管道 以便兩國負責任的管理彼此關係 布林肯將是美國五年來訪中的最高階外交官員 他也提到美國公民遭到中國拘留的問題 強調會確保世界各地美國人的安全和福祉 包括那些遭到某種方式拘留的人 中國外交部則以一貫態度回應 中美之間的溝通大門從沒關閉 中方對話溝通的大門是敞開的 兩國的溝通也一直沒有中斷 溝通要解決雙方的關切 要有實際效果解決問題 不能一邊溝通一邊損害對方利益 不能說一套做一套 不過先前美國國務院就曾表示不預期此行 能有重大突破 白宮國安顧問蘇利文也淡化仿中外交突破的可能性 蘇利文反倒指出期待印度總理莫迪下週訪美行程 還稱這會是雙邊關係重大轉變時刻 顯示拜登政府想藉由深化與印度關係 遏制中國勢力擴張 公司新聞最後一位的尾箱別譯 南美洲國家秘魯出現史上最嚴重的登革熱大爆發 全國的病例已經超過十三萬例 累計至少造成兩百人死亡 是上一次二零一七年爆發時的兩倍 這次的大爆發和盛陰現象導致暴雨 造成病霉文大量滋生有關 也讓全國二十四個行政區 有十八個區宣布進入緊急狀態 衛生人員在屋內屋外拿著藥劑 不斷噴灑 除了消毒 也防止病霉文滋生 南美國家秘魯 今年爆發有史以來最嚴重的登革熱 遭到傳染的人數超過十三萬人 登革熱的重災區北部城市皮烏拉 因為醫院擠滿了兒童跟高齡患者 幾乎癱瘓 許多患者只能夠最佳養病 外媒報導到星期四為止 因為登革熱死亡的人數已經超過兩百人 是上一次二零一七年爆發時的兩倍 由於感染人數太多 學生因此病死 造成學校恢復了遠距上課 而這次的登革熱大爆發 專家認為跟聲音現象導致暴雨 造成病霉文滋生快速有關 二零一七年當時的登革熱爆發 也發生了聲音現象 密魯總統波羅阿爾特 已經對全國二十四個行政區中的十八個區 宣布進入經濟狀態 有二零一七年的登革熱爆發經驗 政府動用了緊急預算建立臨時野戰醫院治療暴增的患者 另外政府也派遣多個醫療團隊前往北部感染重災區 增加醫療人員的部署 野動員軍隊對四百多萬戶的住宅 噴灑藥劑消毒 防止感染持續蔓延 今天轉回到國內 下週就是端午連假 桃園機場公司預估二十一到二十六號 這六天的輸運期 平均每天的旅運量將達到十三萬人次 和二零一九年疫情前 平均的日運量相當 呼籲離際的旅客要提早 二點五到三小時抵達機場 機場裡到處是帶著行李準備出國的民眾 也有許多回國民眾 根據統計2023年桃園機場 一到五月旅運量近一千兩百零四萬人次 恢復到疫情前的百分之五十九 疫後機場人潮復蘇 卻也有民眾發現亂象 像是行李轉盤輸送袋旁 明明寫著寢於黃線後方等待 卻一堆人站在黃線裡面 人一多 後面的人根本看不到自己的行李 桃園機場預估端午假期 輸運期二十一號到二十六號共六天 客運量近八十萬人次 航機起降兩千九百八十五架次 平均每天旅運量將達十三萬人次 已和2019年疫情前平均日運量相當 呼籲離境旅客提早二點五到三小時抵達機場 使用自助行李托運等智慧化服務設施 加速報道效率 從六月二十一號人潮就會開始湧現 那根據我們的預報系統 那六月二十二號是旅運量的最高峰 到達十三點六萬人次 機場公司表示每天入境尖峰時段 是下午三點到六點及晚上八點到十點 離境尖峰時段是早上八點到十點 因應出入境人潮高峰 也將積極整備輸運工作 依照旅客預報人數 航班即時動態 協調CIQS 也就是海關證照查驗檢疫及安檢 進行人力與資源調度 也增加餐飲供應 記者 曾淑雲 桃園醫院報導 端午節將至高雄 軟綜合醫院就發現 近來急診或者是腸胃科的病患 跟往常相比增加兩成以上 有的人是吃粽子配冰汽水 結果導致糯米凝固 消化不良 住院六天 醫師就提醒粽子一天一顆 最適中也要趁熱來使用 免得冷卻後更難消化 對臺前出現排隊人潮 高雄這間專賣太重的店家 因為端午節滿氣上升 延城區這間老店 也有不少客人光顧 肉粽美味可口 但過量可能造成身體負擔 軟綜合醫院進來 就收治一名五十三歲的病患 曾因小腸缺血 壞死 曾做部分切除手術 兩天內吃三顆肉粽 後出現腹障嘔吐 醫師診斷發現 連他腹部腸子都堵塞 胃部也累積不少食物 腸胃道的疾病 比如說有曾經有消化性 潰瘍 逆流性食道炎 那消化比較不良 尤其是糖尿病病人 他吸收消化比較差的 我們就不建議他吃得太過量 三顆肉粽讓這名病患 住院六天才出院 醫院發現進來急診 及消化到不適的 就醫人數增加兩成 提醒民眾控制吃肉粽的數量 也別跟冰汽水或冰豆漿 這類飲料配著吃 以免腹部脹氣更難消化 平常吃的話也會控制量 很怪 就是怕說他吃糯米 然後會那個 會那個 會那個脹氣這樣子 醫生建議沉潤 一天一顆肉粽 也可盡量將肉粽加熱 最後再吃 因為糯米 免缺後會更難消化 記者王耀廷 陳顯坤 高雄報導 接著讓我們起來關心 今天各地詳細的天氣預報資料 作詞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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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空氣如何 來看空氣品質指標 感謝您收看 這集的公視早安新聞 我是鄭惠仁 我們明天同一期間再會 小平打擊 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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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